骑友们好,我是四郎 咱们今天继续来看2020全国象棋更事赛的精彩队局 这局棋是一盘女子组的比赛 红方是象棋大师石凤兰 黑方是象棋大师宋小婉 这番棋下的也是挺凶的啊 招招致命啊,咱们来欣赏一下 开局兰了还是走先人指路 黑方小婉呢走一个对兵局 红方来个足底炮 黑方先补相 红方跳边马准备亮局 黑方跳拐角马 保留弹子炮同时 随时可以走居一平三 红方这边呢没架中炮 选择补相 黑一走居一平三 准备往前冲足 红方这边就正常出居 黑方往前冲足 再冲一下就过河了 那红方来个足底炮 双足底炮 接下来呢 黑方选择一个分鞭炮 这手棋好像有点不一般 因为貌似呢有个破绽 就是红方能近居压马 既压着马又捉着拐角马 但是黑方会这样走啊 用这个马窗钩而过踩锯 那红方肯定要躲了 比如说你放这 防止黑方这个跳正马 那黑方还会进炮打边足呢 下一手棋还随时要打中兵 红方没准还得退去抓炮 那黑方把炮放这 这棋又感觉折腾了半天 红方一点皮还没战到啊 当时小碗分边炮 拦了没有理 跳拐角马 快速冲大子 那黑方看红方没有压 他就正常跳马 红方先把鞠亮出来 往下走 黑方平立不炮 不能使用 让红方这个鞠盯着啊 而且这个棋很有可能 会强行往前冲足 那红方就提鞠学和 如果你冲过来 我用鞠杀过去 那黑方肯定不敢冲了 占不到便宜啊 他先对鞠啊 如果红方对掉 我再冲足 但是红方不对 他平均捉马 黑方这个马穿钩而过 下一手棋 红方把鞠放这 卡住向眼 准备往前冲 骑兵 现在黑方如果主动往前冲 红方平均拉住就行了 如果黑方拱炮啥的 红方可以推到底线 也可以直接吃了 黑方打炮 红方吃鞠 黑方一飞 红方给炮一敲 这就是个批量交换了 双方也没啥问题 实战呢 红方把鞠放这 黑方选择上马登鞠 红方 退去捉马 黑方又弄回来了 那红方一看这 也不能消停啊 就不进这个鞠了啊 他进左边这个 把鞠放这了 放这以后 准备往右平一步 拉住黑方鞠炮 那黑方赶快先动手 冲足过河 红方 平鞠一拉 黑方先进足拱炮 那现在跟刚才有点像啊 这里红方也可以退去吃足 一个批量交换 当时红方是退底炮 就是说如果你继续往前顶啊 那红方就可以砍炮了 因为这个鞠有炮撑腰啊 黑方如果吃鞠 红方进炮打鞠 白得一死 如果说黑方不管了 他认为他这个鞠有根 进足拱霜呢 如果进足拱霜 黑方也丢子 那红方先失鞠 你不得先踩吗 红方打底枪一僵 然后再给马一跳 所以说怎么走 黑方的不合适啊 当时黑方进足拱炮 红方退炮底线 黑方一算就不敢往前冲了 他先进去抓下这个炮 红方退了一步 这时候黑方选择平足 直接来一波弃子攻杀 纳纳纳就把这个炮给削纳了 削纳以后 黑方这样走 往上跳马 那么现在黑方有过河足 大家看到没有 红方现在能不能吃足呢 其实不敢吃 一吃的话 黑方有妙手 往这跳踩刷 踩俩鞠呢 红方肯定要进去别马腿了 那黑方往这跳 这个马三蹦两蹦 已经跳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了 现在还踩着红方的炮 你说这骑怎么办 如果说你平一步 那黑方也是往这跳 一会儿黑方合口 那个马往上一跳 这个骑拿下了 就是因为红方吃了个小足 当时黑方小碗往这跳马 来了呢 没有贪吃这个小足 他选择一手 双距一刀 这里虽然说红方泡没根 但是黑方不敢吃 鞠砍底是连杀了啊 这都会 而且你要不管 红方肯定还要打马 那黑方先补试 补试 红方也打了 黑方一吃 吃完以后啊 来了也没有吃这个过河足 他选择吃中足 他这手棋一走呢 黑方底下可是没根了啊 下一招 黑方往上跳马 要踩红方的鞭马 其实这手棋呢 一会着急了 黑方应该先补个试 那咱们来看一下 黑方这条跳马怎么样 接下来拦了 把足一吃 现在捉着马 黑方就把鞭马一踩 那踩马的话 红方肯定不敢用象飞啊 你一飞 黑方杀中象了 杀中象一将 再把这个试一补 你就没有打底象的棋了 所以说红方趁这个机会 赶快打底象一将 黑方不敢上将 进局死了 只能动试 动试以后 红方的炮打着鞭 但如果你打掉 黑方也可以踩鞭啊 这其只是个交换而已 当时拦了没队 他把鞭放这 我下一招再打鞭 这里说一下 黑方不敢踩炮啊 红方鞭砍底象一步杀 中士没法动嘛 现场呢 他是把鞭放这来捉马啊 捉马的话 如果说红方吃鞭炮的话 那黑方现在可以踩炮了 因为你下敌鞭不是杀了 蓝蓝这个棋呢 还是想保炮啊 他把炮分边 那现在这个造型 就是个对攻的局面 往下走 黑方把鞭放这 松开马腿 准备上马一将 要把红方这个老帅 整上二楼 来个铁锁横江 这个如果上二楼 确实挺危险的 红方这个事呢 该补还得补 就算你卧槽 我可以往右走啊 你这俩鞭呢 也没法配合 蓝蓝勾不忘手 下的也是非常稳 哎对了 还有个事要说啊 如果红方不捕事 他下的一局一将啥的 那黑方的电视呗 你要是抽鞭 黑方可以把鞭放这啊 这是抽不到的啊 没啥用 红方当然捕事的是正招 下一手棋 黑方炮打边兵 来一招灵通送炮 这招棋呢 是严晃红方的攻势 其实呢 并不太好啊 如果说红方真打了 这个棋还真能延缓 但是红方他可没打 他下底局一将 黑方只能电视 然后进局砍向一将 如果说刚才黑方这个炮不发射 现在红方是没法砍向的 那这一砍向不就坏了吗 首先底线的事没法动吗 如果说你动这个事 那红方出老帅了 现在红方狙砍底事可是一步杀啊 如果黑方出老帅 红方就砍中事就行了 下一招再砍底事 这个棋呢也是没法解了 你要说平炮 把这个老帅给挡住 那红方还有招 他可以退去用炮将啊 现在是门弓 黑方只能电锯了 红方砍中事一将 是吃不动 老将吃不动 只有躲 平拘绝上 那咱们看看实战啊 当时红方杀向的时候 黑方这个事就没动 他选择出将 其实出将已经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了 接下来 蓝弄平局把这个高师一砍 砍完高师还要进局砍底事说句错 黑方小碗为了解杀 他选择退炮打炮 这首棋呢是防止红方拘砍底事啊 但是蓝弄招有的是 除了进局 他还可以平局一将 黑方只能上将 红方退局一将 黑方回到底线 最后红方平局做招 一招必命 哎 做招以后 黑方小碗就认输了 因为现在红方进局跟平局都是杀棋 黑方是防不住 也没有连杀 最终呢也只能投降了 四郎呢就喜欢这种 不是你死的就是我王的对局 这番棋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 咱们下棋再会吧